聽者派也介紹八大行星 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在2006年8月24日做過決定說 符合以下條件的叫做行星 第一個到太陽廢話 第二個夠大顆 不能夠喳喳就帥 要夠大顆 大到本身能夠收縮變成一個近乎球型 因為球是在相同體制下 表面積最小的 還是最小的 敵門做到一個球型 然後清乾淨 這個清乾淨是由後面 清乾淨淨是我後面會解釋 我到底解釋為什麼要做這個定義 然後根據這個定義 我們做一下符合大 就是符合大 一 要背 二 要照次序背 三 學測考過 學測考過 所以要背 要照次序背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要背 要照次序背 學測考過 總會有分而大 分而大 有一個交通不見 明王星 明王星 明王星不會而不見 當會說 好 這裡就是 發大學 這裡就顯示了一個明王星會不見的原因 你發現其他的軌道 都差不多同個平面對不對 這一個星是特別彎 明王 不像 跟人家不合群 所以被看掉 而且你會發現明王星的軌道 它甚至有怎樣 有可能會跑到海王星裡面來 所以明王星不是隨時隨地 都是離太陽最遠的那一顆 如果以前九大的時候 不是 它有送到海王星裡面來 不一定 然後呢 這是一個圖 這一個圖 有的是 水星 陰陰地球 火星 然後呢 底下有寫一個 這個是叫做矮行星 當我後面會解釋這個圖 八大行星 矮行星 矮行星後面會告訴你 會解釋 然後呢 這是 另外一個圖 這邊有兩個 前面有一個小行星帶 我後面會交 有個庫國帶 我會簡單帶過去 因為國中並沒有交 然後注意它的秩序 然後情況 瞭解一下 小君在什麼位置 在哪裡 在哪裡 看一眼 瞭解一下 是後面要背的 後面要曉得 要知道的事情 然後呢 庫國帶的邊邊的 看起來一條一條就是什麼 會心 對 就是庫國帶的 是會心的故鄉 那以後會再跟你帶一下 說一下 就是主要的 當然是不用背 當然不用背 看一下就好了 然後呢 當晚密度有一點用 等一下再說 我們來說 看一下 看一下 就跟一樣 重點是 現在有一個圖式 關於冥王心很小顆 之類 這個當晚再提到他 OK 來這是重點 考試 考過的重點 分大行星分做兩類 以類叫做類地 以類叫做類目 重點一 為什麼會有類地跟類目 重點二 誰是類地 誰是類目 重點三 類地跟類目有什麼 不一樣 重點一 為什麼會有類地跟類目 太陽風吹的 太陽系形成的時候 太陽風吹 把輕的吹到外面 重的留在裡面 就形成類地跟類目 重點二 誰是類地 誰是類目 前四顆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是類地 後四顆 木星 土星 天王 海王是類目 重點三 類地跟類目有什麼 不一樣 類地跟類目 類地都很小顆 類目都很大顆 類地的質量都很小 類目的質量都很大 但是 重點 密度是類地比較大 類目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組成不一樣 類地是由岩石跟金屬構成 類目是由氣體跟冰雪構成 類地地球是由岩石跟金屬構成 我們前面交過了 你還記得嗎 所以 類地是由岩石跟金屬構成 類目是由氣體跟冰雪構成 所以因為組成不同 所以密度不同 同時 還有一個 類地行星的衛星都很少 水星 金星沒有衛星 地球只有1顆 類目的衛星都很多 都是十幾顆幾十顆的 幾十顆的 大約的 大約的衛星很多 所以不一樣 還有一個不一樣 叫做 類地都沒有環 類目都有環 最有名的環就是這個土星環 很早就發現這個土星環 維納斯的戒指 現在發現 所有的類目行星都有環 類地沒有環 這兩天的新聞 說科學家猜測 這個預測 火星的衛星啊 火衛衣 會在兩千萬到四千萬年間被拉碎 被扯碎 就變成火星那個環 這時候就會 火星就加入有環行星的行列 會不會是兩千萬到四千萬年的事 跟我們一點都沒有關係 沒有 我們都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一樣 類地沒有環 類目都有環 這是土星環 好 其實每個都有環 重點 重點 考試的重點 類地跟類目行星的密度大 類地的密度大 為什麼密度比較大 因為它有岩石跟金屬構成 類目行星的密度小 它有氣體跟冰雪構成 考試的時候 喜歡考冰 有人問體積 有人問質量 有人問密度 有人問組成 也有人問過 衛星誰多 沒有人考過有沒有環 沒人考過有沒有環 那是我多講的 還是你要知道 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類地跟類目的比較 重點一 為什麼有類地跟類目 太陽風吹的 新的出來外面 重的留裡面 重點二 誰是類地誰是類目 前四顆類地 後四顆 類目 有一顆都不算是誰啊 就算當初是九大行星的時候 明王星也不列在類地跟類目 跟它這個不孝子 都跟別人不一樣 好 然後 前四顆類地 後四顆類目 重點三 類地跟有何不同 和上面表格給我記好 密度誰大 組成有何不同 衛星誰多誰少 有沒有環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OK嗎 OK